爱领台服基督教会弟兄姐妹平安 在这美好的主日早晨 我们聚集在不同的地方 但是我们有相同的心智 要以心灵诚实来敬拜神 在正道之前先一同来祷告 慈爱的天父 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是你的爱招聚我们 让我们相聚在爱里 也能够相聚在基督里 能够来聆听你的话语 恳求圣灵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 好叫我们听见并且乐意来遵行 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今日正道的题目是居家抗议重新得力 过去我们大部分是在讲如何来防疫 今天我们讲抗议 对抗这个疫情 以积极的态度来面对 我们来认识现今的世代 这使我想到有一本书 1859年英国的大文豪 迪根斯所写的双成记 一开头说到这是最坏的时代 也是最好的时代 正式来说明我们现今的时代 瘟疫横行 物欲至上 竞争压力 把人搞得团团转 但是这也是最好的时代 信仰的自由 医药的发达 网络的科技 我们如何把握这个时代 这也是一个智慧的时代 也是愚蠢的时代 世界各国优秀的医学专家 正在研发疫苗 可是正当同时 也有许多人积极的来制造假消息 智慧与愚蠢同时并存 我们当如何来看待现今的世代呢 这是信仰的时期 也是怀疑的时期 很多人借此机会悔赶归向上帝 也有许多人向上帝发脾气 说神啊你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赐下这个病毒 扰乱我们的生活 我们应当留意 这是信仰的时期 也是怀疑的时期 我们的心要坚定 这是光明的季节 也是黑暗的季节 有人主动付出关怀 也有人趁机发国难财 光明的季节 人心趋向光明 展现出的是良善 黑暗的季节 趁机发国难财 表达的是心中的贪婪 这是希望之春 也是失望之冬 有人对生命有领悟 有人终日叹息无奈 不知道此刻你的心情如何 你是心中充满了盼望和期待呢 还是终日叹息无奈而来度日呢 在这个希望之春 与失望之冬 光顾于个人的心情 能卵自知 但是无论春夏秋冬 神仍然掌管明天 在人们面前有各样的事物 人们面前也一无所有 的的确确 在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缺乏的时代 仍然有人愿意牺牲奉献 将自己有的分享他人 在这时候 也会看见人展现贪婪的本性 过度的存粮 以至于许多人买不到基本的民生用品 人们正直奔天堂 人们也直下地狱 有人思想生命的结局 有人继续玩梗悲逆 许多人在这世代当中 向神来呼求 也有许多人 在此埋怨神 亵渎神 我们必须留意生命 最后的结局 谨守口舌 谨慎度日 敬虔端正 我们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世代 主日崇拜在云端 在这期间 我们不停止计会 爱灵教会 许多事工也一化了 有网路的主日崇拜 有网路的祷告会 有网路的灵修 有网路的小家聚会 不知道你参加了多少 或许你什么都还愿有参加 借着今天网路的主日崇拜 再次的来鼓励大家 教会的祷告会 周二晚上八点到九点 有视讯的祷告会 周四的晚上九点到九点半 有心灵防疫的祷告会 无论是公导私导 无论是对个人的需要 我们都做心灵的关顾 我们首先要来看 居安思维 处为享安 在这个看似混乱的世代 我们来经历并且思想 耶稣说 在世上有苦难 但在基督里有平安 所以我们要处为享安 处在危难的时候 我们却享受平安 平安的意义是什么呢 平安的意义是在于 环境遇到危险和艰难的时候 心中安宁平稳的状态 这心中安宁平稳的状态 并不在乎外在危险和艰难的程度 而是一种稳妥 是一种放心 是一种在耶稣基督里 才能找到的安全感 在这次的疫情当中 政府颁布了一个重要的防疫政策 就是社交隔离 对于许多人来说 是非常的不适应 因为人与人的相处 若是隔离如何交往呢 但是我们现在有社交媒体 我们仍然可以来彼此的关心 所以这个社交隔离呢 事实上可以说 应该是身体的隔离 身体与身体之间的距离 现在是希望大家保持两公尺 不是这个病毒有多么的可怕 而是它传播的方式 是非常的容易 因此我们以这样的策略 许许多多的人就回归家庭了 社交隔离是离开人群 去做最重要的事情 每一个人的当下 都有他的先后次序 这先后次序代表着 这个moment重要的事情 神将我们隐藏起来 不暴露在病毒的传播之中 所以当我们收到了 社交隔离的这样的一个 政策的一个发布的时候 请大家不要过度的担忧 我们乃是用一种能够对抗病毒传播的方式 来合宜的生活 这是神的智慧 将我们隐藏起来 在圣经当中多处有记载 当灾祸来临 神会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将人隐藏起来 不受灾殃 约伯记五章二十一节说 你必被隐藏 不受口舌之害 灾瘫领到 你也不惧怕 原来这个灾瘫无可避免 口舌之害 屡次出现 可是我们却能够被神来隐藏 而不惧怕 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 诗篇十七篇第八节说 求你保护我 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仁 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椅下 这是诗人的呼求和祷告 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仁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保护我们的眼珠子 不让他受伤 一粒沙子飞过来 我们就会断然的闭上眼睛 我们如此的保护我们身体的一个器官 神更是看我们为宝贵 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椅下 在圣经中 大卫曾经被扫罗王给追赶 扫罗王整天带着三千名精英部队在搜寻 大卫所躲藏的地方在旷野 可是神却为他预备安居之所 常常的让他经历到神的拯救 仿佛是神蒙了这些敌人的眼睛 把大卫隐藏起来 所以这里说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印象 所以当神呼召我们在家庭 社交隔离 这些都是保护的措施 请大家不要惊慌 并且愿意乐意的来遵行 这节经文请大家一起来读 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 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 当寻求公义谦卑 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 可以隐藏起来 什么人可以隐藏起来呢 就是谦卑人 寻求公义和谦卑的人 如果我们玩梗背腻 高傲自满 今天神要隐藏我们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拒绝 我们不喜欢被人看不见 我们喜欢在民处 我们喜欢被人所称赞 我们也喜欢在公共场所 被人所表扬 可是当神隐藏我们的时候 对我们是周全的保护 耶稣也多次主动的离开人群 在马太福音14章23节说到 散了众人以后 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 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 我们可别忘了 耶稣白天服侍的时候 是非常的忙碌 与门徒忙进忙出 走遍各城各乡 医治人怜悯人 白天服侍 夜晚休息的时候 耶稣一个人去祷告 独自上山去祷告 这是一种社交隔离 这是一种单独的来寻求神的心意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 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 在那里祷告 记载在马太福音一章35节说到 天未亮的时候 耶稣到旷野地方去 在那里祷告 天未亮的时候 没有惊扰 在旷野的时候 也是极其的安静 所以当我们要来学习内里 要宁静的时候 我们要能够随处随地 随时的来祷告 马可福音六章46节说 他既辞别了他们 就往山上去祷告 耶稣祷告的地点 有在旷野 有在山上 时间有在夜晚 有在天刚亮的时候 路加福音六章12节说到 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 整夜祷告神 耶稣整夜祷告神 我们整夜在做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在那 睡不着的时候 在那里惶恐呢 我们是不是在那个 早起的时候呢 在那里看手机呢 可是呢 耶稣却整夜祷告神 求神赐给我们 这样一个敬虔的心 让我们知道 神的儿女来祷告 是个特权 神要借着祷告来保护我们 以及我们所爱的家人 居家抗议有神美意 所有的人接到了禁竹令 尽量留在家里 除非出去买药 采买日常生活用品 或是看病之外 不要外出 许多人闷得慌 受不了这样的禁令 觉得自由被限制了 可是我们应当思想 居家 抗议 这是一种 对抗病毒的策略 这是一个作战的方式 这其中有神的智慧 疫情带来了身体 经济和情感的冲击 这方方面面 使人的心都消化 让人觉得无力招架 除了身体 处在这个病毒不知道在哪里的恐慌 经济在那一个暂时无法工作的状态 那情感的冲击也不可忽略 武汉封城至今 离婚的案件不断增加 因为夫妻整天相处 压力过大 争吵不断 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 如今全部的浮上台面 基督徒要格外的留意 让我们居家的时候 我们一方面抵抗疫情 一方面要来顾全家庭 家庭要发挥功能 成为这场战役中的壕沟 防空洞和避难所 成为家庭家人的避风港 外面纵然有风暴 可是家人回到家里 不要再形成另一个战场 神赐给家中的父亲以及丈夫 成为家中的属灵领袖 是成为祭司的角色 如同当年的摩西带领 以色列人百姓出埃及一样 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这个埃及就象征世界 当父亲和丈夫回归家庭 就将家人的心从这世界给夺回来 不再追求这些美食 不再追求这些世上的享乐 而是来思想亲情友情 以及与神的关系的重要性 在生命纪第六章第七节 请大家在你所在的位置大声的来读 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这是身为父亲的责任 也是成为丈夫的责任 应当殷勤的在家中 昼夜都来传讲神的话语 台宝在哪里 心就在哪里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提醒我们 当我们的心是跟随着财宝在走 这世上的股票下跌 我们的心就下沉 如果我们的财宝在天上 我们就不怕有盗贼来偷 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也常常要来思想 这个财宝 永恒的财 公义的财 为我们存留 如果在这疫情期间 仍然有些微的收入 我们仍然要来遵行十一奉献 好叫我们的心思意念 不被这世界的金钱所捆锁 我们乃是遵行神的话语 来认定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因为当财宝在哪里 心就在哪里 我们仍然奉献 我们就为神的国在思念 人活着不单靠食物 人活着是需要食物 但是不单靠食物 因为食物不能顾全人的全部 当人的心灵软弱 当人的心中惧怕 当人的心中饥渴 食物无法满足一切心灵的需要 什么可以满足人心灵的需要呢 人活着不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中所说的一切话 人饥渴并非无饼 肝渴并非无水 乃是因为没有神的话 人就被这环境所消化 人的生命不再加到丰富 我们什么时候 能够脱离这个金钱的网络 我们能够知道赐货财的能力 都是从神来的 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这样我们就可以从追求世界 调转回头来追求 关乎神的事物 这是复兴家庭祭坛的宝贵时刻 当所有人因着社交隔离 因着在家工作 许许多多的父母就回到了家庭 我们要珍惜光阴来建立典范 如果明天疫情就结束 我们以一天的时间 是否有足够的时间来建立典范呢 是否在孩子的心目中能够看见父母如何的彼此相爱呢 你希望在儿女心中留下什么印象呢 儿女心中渴望的父亲是什么样子呢 父亲是可亲的 是可亲近的 不是冷漠的 不是拒人一千里之外的 父亲为我牺牲 孩子要能够体会到父亲牺牲的爱 舍己的爱 他也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那完全舍己的爱 父亲言行一致 这会赢得孩子的尊重 而且这个尊敬是一生之久 父亲为我树立坚人的榜样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 父亲所谈的并不是这个金钱的损失 而是灵命的关顾 如果因着疫情的缘故 经济受到严重的一个损失 可是整天脸带愁容 这会带给孩子一个错误的认知 就是原来金钱是父母快乐的源头 所以我们应当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让我们知道 父亲树立坚人的榜样 在艰难的时刻 召聚家人一同来祷告 并且能够让家人能够知道 还有许许多多的人 正在这些贫穷的痛苦之中 父亲用爱的行动鼓励妻子 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就是彼此相爱 父亲用爱的行动来鼓励妻子 让妻子容易来顺服丈夫 这个爱以及顺服 成为了一个正面的一个好的循环 父亲无条件爱我 以我为荣 孩子的一生当中必须经历到 他不是为着父母的期望而活 而是无条件的被父母所爱 什么时候你能够拍拍孩子的肩膀说 我以你为荣 不要灰心 继续加油 父亲一知道应该看重的是什么 父亲的价值观会影响孩子的价值观 父亲所看重的优先顺序 也会影响孩子的优先顺序 如果今天孩子回到家中 父母也回到家中 我们所要关怀的 不再是我们今天吃什么喝什么 我们要关怀的你今天好吗 并且不吝息的把握机会来说 我爱你 在这些儿女的期待当中 不知道在线上的弟兄们 你们做到了多少 无论是身为丈夫 或身为父亲 父亲是家庭的属灵领袖 成为榜样 会带给孩子一生的祝福 在这个孩子停学 不用上学的阶段 父母很多都回归家庭 我们应该要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树立点半 希望有一天 儿女看到父亲的榜样 在他的口中 在他的心中 会发出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称赞 爸爸 你给我爱 给我信任和勇气 给我在艰难的时候 站立的稳 爸爸 您是个敬虔的人 教导我如何祷告 给我最宝贵的产业 使我很久爱主 爸爸 您给我力量 教我微笑面对人生 你是伴我走过疲乏路的忠实朋友 爸爸 自从你和我诀别 许多年过去了 我仍有把握在天堂会相见 到那时 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不知道 这一些发自孩子内心深处 对父亲的榜样 所发出来的赞叹 是否打动你的心 居家抗议最重要的 是神让我们有机会 和家人在一起 如此一方面可以 对抗病毒 另外一方面又可以建立 与神与人美好的关系 一同来读真言十四章二十六节 请 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 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 一切都是从敬畏神而来 使我们的心不惊慌 能够刚强壮胆 儿女也有避难所 父母的榜样 信心的榜样 能够来传承 让孩子也能够领受到 这信心的功课 能够带领我们经过人生的风浪 我要立定了志向 与立定志向相反的就是 没有异象明就放肆 我们无论是住在身内 或是离到身外 我们都立了志向 要得主的喜悦 无论是活在世上 或者是离世归主 我们都是为了得神的喜悦而活 没有异象明就放肆 得主的喜悦 我们要来思想 有几个建议呢 这只是举例的其中一些 在这个居家的期间 家人可以一起来做什么呢 跟家人录影拍照 留下美好的回忆 我们忙忙碌碌 错过了孩子成长的机会 我们也忘记了多看我们配偶一言 而家人录影拍照 能够给孩子以及子子孙孙 留下美好的画面 写经文贴在墙上 这是以前我在家中常常做的事情 我会拿着A4的纸呢 把经文呢 大致大致的写上 而这些字呢 就贴在厨房啊 或者是冰箱啊 或者是书房 让我们所到之处呢 就可以来看 来背诵 整理花园也是一个书压的方式 许多人居家会感到拥 会感到沉闷 但是呢 整理花园的时候呢 看到神所创造的呢 赏心悦目呢 能够把这个心中的阴霾呢 一扫而空 我们也可以来阅读书架上的书 有许多书呢 长年放在书架上都长了灰尘 我们把它拿起来 拍拍灰尘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我们坐下来 好好的来品味这个书中的 这种知识的保障 和家人个别的谈心 也是很重要的 为了避免群聚 家中呢 可以来个别的谈心 在我的家庭当中 四个小孩里面 常常以个别约会的方式 个别谈话的方式 来建立这种更深的一个情谊 回顾以前的照片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家庭 一起共处的 回顾的时候 我们能够数算恩典 我们也能够来 回忆许多美好的事往 在这些过程当中 都增加了家庭的许多的乐趣 这是在家庭当中 可以做的事情 我们来看几张照片 在爱领教会 有一个可爱的家庭 是David和Phoebe的家 他们在家中的时候 常常陪伴孩子做什么呢 陪伴孩子画画 读书 并且教孩子来做食物 正如生命记所说的 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不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这常常的谈论 父亲成为家中的领导者 属灵的领袖 以身作者 带领孩子来读圣经 来画画 来陪伴 而母亲来成为 丈夫的帮助 并且教导孩子 如何来制作食物 接下来有一段影片 是孩子在睡觉之前 会祷告 而且以主导文来祷告 我们只想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善 愿你的国教领 愿你的执意 行在地上如同 行在天上 我们非用的饮食 你都赐给我们 违我们的债 入住我们缅男的债 不救我们预先失常 救我们脱离休 因为国度全民而样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而美 晚安 好可爱的 好可爱的孩子 好可爱的家庭 成为我们许许多多人 可以来学习的 生活的创意 就是在我们 愿意来陪伴家人的时候 就能够不断地来产生 那个爱的交流 这个孩子呢 非常的可爱 有父母的陪伴 也能够在父母的呵护 当中来成长 关乎心灵的防疫 以及抗疫 我们应当来做哪些事情呢 以下的这几个 是提供各位来参考 参加网路祷告会 祷告能够使我们的心安定 使我们有这样属灵的战斗力 能够知道呢 我们不软弱 不胆怯 安静地默想神的话 使我们能够来 得着从神话语的亮光 并且能长长地 立刻写下灵修的心得 我们也来背诵圣经的经文 把神的话语 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 也能够在家中唱诗歌 敬拜赞美神 也可以在家中举手祷告 行走家中 让家中的每个角落 都是蒙洁净的 每天为家人祝福 是不可少的 也每天行出真理 彼此相爱 彼此饶恕 让我们在家庭的时候 我们的身心灵都蒙关顾 也可以在家中播放诗歌 把经文写在墙上 很多基督徒的家庭 客厅有放 基督是我家之主 借此提醒夫妻要彼此相爱 放下各自的主见偏见和主观的想法 能够以基督为家中之主 家人背诵圣经比赛 这也是我以前常常跟我的儿子 我的长子 他现在在旧金山 他介绍我一个APP 叫做Verseran 经文语 他能够带领我们 怎么样来背圣经 就好像在玩游戏一样 我们也鼓励家人轮流主领家庭祭坛 不要看孩子年纪小 他也能够来分享生活的点滴 也能够来带领诗歌 开放家庭小家的聚会 等到疫情舒缓或结束的时候 我们又能够来恢复实体的聚会 开放家庭 是蒙福的 写祝福经文给家人 不吝息用具体的行动 来表达对家人的爱 全家切实彼此相爱 这是在居家抗疫的期间 我们可以来做的事情 在危难之后必有复兴 2019年9月11日 是911发生18周年的纪念日 当时川普总统说了一段话 我们今天在这里 再次重申我们不会忘记 恐怖分子发动袭击 意图挑战我们的生活方式 他们试图打垮我们的精神 但他们的目的从来没有得逞 那一天使我们团结起来 变得更加坚定的保卫我们的国家 保卫我们的利果之本 在这里我们也要来思想 新冠病毒已经成了 全球共同的敌人 意图挑战我们的生活方式 也试图打垮我们的内在精神 但是他们的目的从来没有得逞 我们要在居家的时候 以对抗疫情 备战的状态 警醒的态度 来成为守望者 那一天使我们团结起来 自从政府颁布了禁逐令 许多人回归家庭 我们更应当坚定的来保护我们的家园 保护我们的利果之本 美国是以基督教信仰所立国的 我们今日仍然要来持守 每当美国遭遇考验 美国必能翻过身来 变得更强大 是的 我们心中要挥去一切的惧怕 让神在我们前面引导 也让我们遵守目前 这样共同要来遵守的防疫政策 就是社交隔离 限制自由 居家抗疫 让我们能够积极的遵行 好叫这个疫情赶快的来结束 当美国受到检验 美国将趁势而起 我们每一个人在经过苦难之后 生命会变得更坚强 生命会变得更有韧性 我们在知识和见识都增加 正如创世纪50章20节说的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日的光景 如今神呼召弟兄姐妹回归家庭 也许我们中间有人因为工作的关系 必须天天外出上班 但是我相信 无论是住在身内 离开身外 我们都立了志向要讨神的喜悦 无论是出门上班 或者是居家 我们都有共同的心志 就是知道神对于现今世代 向我们显明的心意 就是要来稳固家庭 就是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利 一同来祷告 慈爱的天父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在这个疫情肆虐的一个时期 让我们来认识 这是最坏的时代 也是最好的时代 我们的心跟随着真理 我们的心就一无恐惧 因为你在我们的灵面 成为我们的坚固台 求神恩待弟兄姐妹 真的以这样子一个 警醒的心来度日 爱惜光阴建立典范 也让我们时刻的来思想 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榜样 能够时刻的把握机会 与神亲近 好让我们的生命 经过了居家 休息之后 能够重新得利 如此感恩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接下来我们唱回应的诗歌 抬起我的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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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